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这笔费用是类似这些组织社团 他们所给的一些福利 有一些类似台商或是外商公司 也有听说他们公司也有这一类的福利 就是说他们鼓励台湾人回台湾投票 给予就是补助飞机票的这个福利 也就是说这个费用呢 它是补助给你飞机票 那有哪一些国家飞回台湾的人 可以有这些补助能够 中国大陆美国还有就是新加坡 返回台湾投票补助机票的这个措施福利 那这一类社团呢 都跟商业性质投资性质 或者是侨胞聚会活动有相关 那其实补助费用其实算起来不算高 大概就是你来回机票的一半的钱 大概最多到七成这样 它不是完全补助给你补助飞机票的经济仓的价值 通常呢要怎么申请呢 首先你必须要买来回机票 而且你在台湾的时间要证明你1月11号投票 当天你仍在台湾投票 你要拿着你手上有效日期的护照去投票 那你还要跟投票所的主任拿一张编号55号的投票证明单 然后主任会写上面你的名字 还有需要他的签名跟盖章 然后结束之后你返回你的就是你工作或是你居留的国家 像中国大陆美国或新加坡等等 你需要拿着你的护照 还有你来回的票根 跟投票证明单 到你所参加的这一个之申请 参加这一类的组织都跟商业性质有关 要不然就是跟投资类型有关 然后参加这一类型的组织 第一个你通常会需要会费 然后这个会费有的是一年 有的是三年 有的不等 那参加这一类型的组织 他收你会员费用 他会不定期办一些餐会要你来参加 那餐会办的地点通常都会在高级 四星级或五星级的饭店 或者是会议会馆 或者是像经贸中心等等的一些大型场地 那这一类活动通常会有一些类似 基金竞人或者是保险经纪人 会在台上讲他们一些的产品 一些内容 甚至还有房地产的一些资讯 那参加的人通常都是 从商或者要投资的人 那你可以在里面认识到很多政商名流知名人士 可是结论就我看来 其实他给你这一次的福利补助 说你可以回台湾投票 他给你飞机票上的补助 其实他也是从你当初找出去的这些会员费里面出来 或者是你可能投资 拿出去的钱 然后基金竞人或者保险经纪人 他们这些公司会给这个组织 类似是回扣 commission的这些东西 然后他再拿这些钱出来奖励大家 所以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啊 那你要怎么申请补助或参加这些活动 然后来增进你的人脉 或者是投资的一些关联在于你自己 最后的决定权在于你自己 这是以上教你怎么样申请反台投票申请补助的一个内容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按订阅 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有影片上转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